当晚九点 李孝准备跟着李家夫妇 上车离开 接下来这几天 你要一直在这里开会吗 后天下午就能结束 你可以随时过来 你们开会我就不打扰了 你来算不上打扰 李孝瞥着他 挑了挑眉 话风一转 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 伯父要过来 在老札就定下来了 当时你才补眠 闻声 李孝稍加思索 就明白了 他值得补眠是什么意思 我要是这么简单 就答应了提亲 会不会显得太草率了 确实 所以他来提亲的时候 你可以顺便提要求 比如 所有你想知道的事 哦 女股神呗 两人四目相对 有些事心照不宣了 几分钟后 李孝回身上了车 爸妈今晚叫我回家有事 当然有事 听说你实验室这两天放假 正好 你在家跟你妈妈 商量商量订婚的事 还有 明天宗月要去使婚纱 你大哥开会没时间 你跟着一起去吧 也顺便看看 隔天 李孝还是被段书员拖着 去了南洋最大的婚纱店 中午 李孝陪段书员和宗月 吃了午饭 不到两点 就借口回了实验室 瞧瞧 我上午去了趟科研所 那边负责人跟我说 他们想让你尽快过去报到 你觉得怎么样啊 不是说好九月去报到吗 江院士说着 就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文件 推到他面前 你想看看这个 之前的医学交流大会 科研所全程参与 虽然咱们人和没有拿到名次 但他们对于基因易变的项目 很感兴趣 况且 如果不是我把你拉到实验室的话 你早就该去报到了 所以啊 他们想邀请你俩 以初级研究员的身份 加入科研所 继续这项研究 如果最后真的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也会酌情考虑给你们两个 晋升为终极研究员 你俩要知道啊 我当年从初级研究员 升为中级研究员 花了八年的时间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你们要是能在科研所展开工作 肯定比人和更有前途啊